Hello 大家好,我是 Tommy 上一期節目就和大家來看官山水的商業配搭是怎樣 和大家轉眼在圓林 這期節目有慧好,我發現我們是開車 太熱了 開車帶大家去觀山水的情況 讓大家回到每一棟的樓下 看ולם 廈悉 部安亦很有 outdated 這個就是中心湖 目前 的針對兩邊貨巴有緩い 到時他們會把旁邊全部做好 製造綠化道就很漂亮 它有一個專門的釣魚位置 就是釣魚的人的位置 很舒服的,哪邊的環境 而且最近是收樓貴 現在車輛全部停滿了 人們收樓後,有些已經搞裝修 有些人回來看看環境或收樓的人 剛才已經停好車輛 現在在這個位置,就是目前觀山水賣的第三期的一些住宅 大家看到這個樓下都全部做好了 綠化同樣都很漂亮 在我後面就是整個觀山水最大的賣點 就是他們一個很漂亮的1.30平方的中心湖泊 聽聞這個中心湖泊之前已經是有的 後面是華法拿了這塊地 就圍著這個壺來蓋一個樓盤 整個壺很漂亮的,很舒服的 包括到時候他們還會將周邊再撿好一點 就很舒服了 在那邊就看到 剛才看到那些人在釣魚 它是給釣魚的 所以這個台是不給的 這個是觀景台,那邊 那邊有一個釣魚台 右邊那邊還有一個,總共有兩個釣魚的位置 所以說喜歡釣魚的朋友有時不出海的時候 在家樓下可以過一過瘦 其實都很舒服的 整個環境其實很不錯的 這裏它都有介紹的 樓盤的配套 剛才的雲台花園 親水平台,釣魚台 就是他們釣魚的位置 以及魚戶城,就是目前觀沙水三期住宅的名字 叫做魚戶城 還有跑道,1.3 平方天然湖泊 山湖,釣魚平坦這些都是有的 然後沿著這些邊邊的位置 它這裏有一條叫做登山徑 沿著邊邊是一路可以走的 平時我們起床吃完早餐 或是晚上吃完飯之後 可以下樓下沿著這條路,慢慢地走 又不用出小區,來樓樓是很近的 可以慢慢地走 很舒服、好寫 雖然現在天氣真的很熱 但其實在這裏走,都覺得還不錯 邊走可以邊看一下湖景 其實這條路很長 至於可以用鏡頭對對 它會一直往前地沿著流動,一直往前走 走到很後面 平時跑步那方面都沒有問題 然後現在來到這邊這幾棟 八棟、九棟、十棟這幾棟 它是一線望湖的 好像目前九棟 還有一些小步的方向單位 是有賣的 但相對來說,單價會貴一點 大概都要過去一萬元一平方 如果是其他非望湖景的單位 其實七千多、八千多萬元一方 都已經有交易了 有些甚至更便宜的特價單位 六千多都會有 我們來到這裏 大家可以看到 那裏是會有條樓梯的 這條樓梯其實 往前走上去,就是它們真正的一樓花園的位置 裡面會有大草瓶 會有很多玩的地方 包括這邊再過去一些 還會有籃口牆 這裏是叫環湖跑道 有登山徑 都會有的 這邊就是剛才說的 可以被人坐、釣魚的地方 這裏暫時大家走到這裏 接下來,我們就大家一齊去看看 它上面一層的圓梯花園是怎樣的 我們馬上去 Let's go 我們又來到住宅 即是它們平時出入的正大樓梯的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 歡迎回家 We welcome home 全部已經收留好了 我們即馬就即時可以做業主 平時這邊上去的話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位置是很漂亮的 都是有些綠色、點綠色 包括一些燈籠 其實都很漂亮 兩邊左邊有樓梯上去 右邊有那些無障礙通道 真的有些斜坡可以上去 當然平時我們不喜歡走樓梯的話 我們可以直接車入到車庫 坐電梯上也可以 或是在剛前那邊的位置 坐電梯上去 其實都沒有問題 然後在旁邊這個位置 就有整個三旗的一個平面圖 比較詳細一點 它標了每一棟是怎樣的 還有它們有不同的積數 例如有綠色的 有黃色的都有 綠色的好像這些 就是95平方的單位 三方兩棟兩位護翼 目前它們在賣的動數都不少 在賣7棟、9棟 包括17棟及22棟 主要賣的是這四棟產物 17棟會有大麻精裝修 大家如果想考慮裝修 就可以考慮17棟 22棟這邊是兩棟綠火的 它的0205單位就是71平方兩方護翼 大家如果想考慮兩方單位的話 只有22棟可以考慮 而且22棟景觀我覺得是不錯的 因為它看起來是很開眼的景觀 我們繼續大家去行行它的軟樓 它這些樓梯我個人感覺是更好的 不會很長 平時如果是說我自己回來 我都喜歡會走樓梯的 如果是在這裏 而且它的樓梯其實不會很齋 大家會看到會有搭配 除了綠色之外 它會有一些白色的花 有些黃色的花 我沒有研究不知道是甚麼花 但是它會有一些顏色搭配 上來你會看到五顏綠色 其實可以看到也不錯 好像前面這個12棟 大家看到很多已經掛了綠色網 因為有很多業主 其實在這裏已經收樓了 他們掛了網的一般都會打算做一封窗 因為這邊其實它必定是近山 所以特別是春天雨季多的時候 其實真的很多蚊 所以我們都會看到大家 可以的 最好就把大眼淚封窗 這樣就會隔著很多蚊 而且整個廳會大很多 當然如果大家說喜歡通風 不封窗 這樣一件都是做一個沙網 做好很多蚊網 我們現在就來到大平台了 大家看到很大的草原 所以平時如果家裏有養一些寵物 或者小朋友在這裏跑 真是很棒 很舒服 還有它上面還有一個涼亭 都做得很漂亮 大家看到 平時我們累時可以在那裏坐一下 跟鄰居或朋友聊聊天 都是很不錯的感受 再過到旁邊 它還會有些兒童的遊樓設施 我們過去看看 我們過去看看 它都做得很漂亮 它不像很多屋苑 可能就是做得很簡單 很隨便 那就算數了 都做得很特別 上面也會有很多東西玩的 它是一層一層的 我們剛才上樓梯上了一層 上面這裏還可以上一層 所以整個樓梯是一直往上去走的 我們先看看 走這邊 大家再來轉轉它走這些環境 現在看到這些都可以10棟或11棟 很多都已經收樓了 示範單位是在這裏 稍後我們就上去上面帶大家去看看 進來是很舒服的 好像剛才我們在外面 就看到太陽很大 經常差幾度天 但現在進到小一邊 大家看到有風 大家看一棵樹可能會直闊一點 好,這山風很涼爽 我現在感覺體感變了十幾度 就完全不覺得熱 所以天氣熱其實都是想散步 來這些位置 真的在園林裏面走就很舒服了 即時不可能 這些位置是可以進入地下車庫的 包括它沒有一棟的樓下 大家看到 它會有一些簡單的器材在這裏 給小朋友玩的 不過有些椅子是可以床的 有時候它會有些桌子 可以給平時喜歡打牌 一些本工婆婆可以打牌 其實都沒有問題 還有它們會在大門的位置 即每個大門的位置 就會有一個垃圾桶的位置 即是平時一些小的 小的垃圾 這樣就可以放在這裏 也有很多朋友會問我 在香港住慣的 每一層樓的樓梯間 會有一個很大的垃圾房 讓我們去放垃圾 但其實大量這邊是不同的 這邊我們的垃圾房 通常會在 譬如一樓這裏 就會有些大型的垃圾存放的地方 以及一般的車庫庫一樓 都是會有的 所以其實這邊我們平時 實際上是需要自己去掉垃圾的 即是我們可能一天或兩天 我們全局一定的垃圾下樓的時候 就拿著下樓去掉下樓 就不會有阿姨專門上門 去幫大家去做 進來就真的很舒服 環境很漂亮 而且它的流動的外立面 其實都不會覺得很老頭 它算是比較耐體的 即是你眨眼看不會覺得它很驚艷 但其實你一直這樣看 它又不會覺得很舊 而且它這些色是很耐 即使我們用二十多三十年之後 可能它也不會有太大的色差 OK 那我們現在就走到11棟了 11棟就是它示範單位的那一棟 大家可以看到 11棟是兆冷山 坐下電梯去到三樓 首先進來 右邊那裡就是我們剛才說的 有些玩的地方 一些椅子有些設施 最後這裡就是它的大門位 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它是鎖住了 是進不去的 它怎麼進去呢 這裡會有一個門鎖 平時如果我們是業主的話 我們有一個門卡 直接拍卡就可以了 或者我們收樓的時候 它物業到我們錄了入面系統 直接倒進去 對對它 它就會直接開門 或者是新密碼 按我們的門號 樓上開門都可以 如果不然就像我一樣 那麼我們就要叫物業幫我們開門 我們就要叫零 叫物業開門 叫物業開門就可以了 我們就進去 進來就是它的一樓大堂 他們的一樓大堂 這樓大堂不算很大 大家如果之前有看過 進景峰的影片就知道 它們的一樓大堂 是很誇張的 好像不適合酒店 這裡我覺得就OK 它不是那麼誇張 但我覺得也挺漂亮 起碼看的質地都OK 都精緻 它就會經過有一條這樣的走廊 就進到電梯位了 兩部電梯的 現在這樓首一樓是兩樓四貨 就有兩個護形 它們有兩樓四貨 而且好像22樓那邊 就是兩樓六貨 它們就有三個護形 進來 很涼爽 它有空調 大家看看 它整個是34層高 然後我們現在在一樓 它的地庫在庫二樓 我們現在就上去三樓 這個電梯牌子是用了通靈的 而且很重要的 它有空調 真的很有趣 不過我們去到很多樓盤 它的電梯是沒有空調的 而且就算有些是有風 但它也不是制冷的 只是吹風功能 這是有空調的 我現在就上到三樓的陽萬間這邊了 兩樓四貨的 它的護形分別是兩樓朝南向的 是95平方的 三樓兩樓的護形 左樓兩樓 左右兩樓 01和04樓是 189平方的 四房兩樓 是南北對樓的護形 這幾個護形會有什麼不同呢 首先 我先看了95的 95這兩樓 其實它們的格局是一樣的 或者是鏡像 就是這邊是右邊 這邊是左邊的鏡像 它就是兩個電梯 一出來就已經入到這個位置了 我們現在看到 是放好傢俬電器的這些款式 因為觀察上這邊 它基本上是無皮膠庫的 就只有17度那邊 是有大文精裝修 所以我們可以參考 這就是一個入戶圓的位置 這個護形它就是一個住廳護形 就是我們所說的一個動靜分區 是比較傳統 而且是好用的護形 再進來右邊就是一個 餐廳的位置 這裡就是我們圓桌或方桌 看看大家喜歡 正常就放一些長方桌 是會比較好用的 他們的餐廳和客廳的位置 整個開間就一樣的 真是長度一樣的 這邊到時候都會做電視會員場 但是如果是我們自己住的話 一般就不會做這樣的背景 因為就是看 它就不要到時候放東西 或者放電池 其實都不好用的 都是做一些我們平時用的長板 或者中間的一個位置 我們放電視進去 就比較好用一點 或者最簡單的就是 我們只要做一個 大概75吋的掛場電視 下面就放一個電視櫃 這些就是比較簡單、方便一點的 這邊就放一個沙發 沙發一般都是一個L0沙發 這邊就放一個小桌 這樣是補局的 他們這裡就是朝南的 這一棟會有一點點南偏西 這裡出來 它就看著景觀 會看著前面的別塞景觀 以及旁邊的戶景 都看著了 看著很舒服的 而且現在只是山脈的高度 我們都已經可以高了 平時我們一般再買高幾層 或者高一些樓層 其實放出去就非常開洋 周邊都是綠油油一片 外面都是山 環境就是相當舒服的 有陽台跟大家說一下 它們會有做好這些水龍後位置 以及插梳位置 到時候我們就在這邊可以自己做一些櫃 當然如果大家說怕日曬雨淋的話 建議都是封窗 它會好一點 好 我們再過來 就是廚房位置 廚房的話 它這個戶型就是做了一個L0的戶型 如果大家其實買這個 基本上都是這樣做 這個廚房 除非大家就是做開放式廚房 這裏全部都沒有 這樣通話出去 對了 這些櫃就大家看自己喜歡的 這些板 這些板 都可以的 都是厚實的 然後抽揚影機 這些就到時候自己買 然後到時候我們裝小碗機的話 都可以裝在水龍頭 下面的這些位置 還有 星盤 建議一定要裝這些大的單星盤 是我個人認為是最好用的星盤 平時特別有些大鑊 放這些會好放很多 如果那些雙星盤 一架太細架 其實是不好洗的 還有最好有這架 是可以抽拉式的 這些雙盤 我們平時洗的都簡直方便 它95平方的戶型 會有個細陽台的位置 洗機其實可以放這邊 外邊的可以我們不放 所以不做櫃都沒問題 這邊都可以做櫃 現在他們已經預留了這些天然氣管 入戶 到時候我們收樓後 就會帶大家去燃力公司 去佈裝燃氣 然後就會有燃力師傅 幫我們幫助管 當然到時候如果我們不喜歡 突出那麼難看 可以到時候叫它走在櫃裏 隱藏是真的 好看好多了 再過來 然後到房間的位置 房間就是傳統的三房 兩席兩位 首先第一間房 這間房的朝向和外面都是一樣 朝溫南向 格局都差不多了 他們會有飄霜位置 飄霜位置是不能夠的 以及他們交流時 這裡也會有寫的 此處會有衛蘭交付 即是會有一個護蠟交付 大家如果不喜歡 其實可以自行拆除它 就沒問題了 對面就是洗手間的位置 這樣洗手間 它做得都頗光的 但這個玻璃格格 依然都是做鎖門的那一款 或者是推拉的那一款會比較好 這款的夾水效果就不太好 再過來 就是第二間房 這間房是一間細房 它是一間月亮台的保健房 有一半面積是贈送給大家的 大家看到其實房床 都是會夠放單人的細床 即是可以做兒童房 或者是做一間臨時的書房 都沒問題 即是偶爾睡一會 有客人來的臨時的細房 如果睡得不多 就都是可以放雜物 沒問題 但這間房 雖然是小房 但這間房是正對湖境的 但是這間房是正對湖境的 其他房都沒有正對湖境 這間房是正對湖境的 它的景觀是最好的 再過來就是主人房 主人房 主人房是有套間的 我們先看看 小房 那些裝修大家可以參考就可以了 因為這些都不是交易標準 所以大家如果喜歡的 可以照樣做都沒問題 如果我們全屋 即是要從磨皮狀態 我們整成像我們平日日晚間的 精裝修 即是我們有硬件 有地板 有場面 有漆 大概是一千到一千二萬一方 就可以搞定了 即是這個 九十五平方 大概價錢是十萬元 十萬到十幾萬 這樣價錢 就可以全部整成硬件 這間房的格局 就會比剛才的房間差不多大 整個格局更大 這個泳是九十五平方 三個兩鐵兩位 目前來說是比較熱消的積數 因為三個兩鐵兩位 又有兩個廁所 又有三個房間 其實有夠用 而且這些格局 不會太好 有些人是不喜歡的 這些格局又會比較實用 年輕人或老人家 都會接受這個圖形 所以大家如果想找三個 這個圖形其實都是不錯的選擇 而且這個圖形 很多動數都可以選擇 例如七棟或十七棟 都可以選擇 所以大家到時 如果喜歡的話 就可以挑選這個圖形 接下來我們再大家去看看 一個再大小小的 一百十九平方的單位 接下來我們看這個圖形是一百十九平方 做到四房兩廳兩位 南一對流圓 這個積數也是目前 觀山水的住宅中 賣最大的積數 在我右邊就是零四單位 左邊就是零一單位 兩邊有什麼不同呢 我可以看到 在我右手邊 它會有兩道防火門 平時我們回家 會經過這個防火門 就先進入到家 平時這個門 我們可以關注它 可以長期開著它 都沒有問題 雙來講 它的飲食性 就簡直好 在左邊這個零一單位 它就沒有門 即是我們直接進去 就回到家 兩邊就各有各有好處 就看看大家 喜歡的哪一邊 進來就會有一條走廊 來到自己家屋 在入屋前 它旁邊就會有窗的位置 平時我們是可以推開它 可以通風 可以開的 OK 那你就進來看看 這個積數首先 它是119方 現在看到它是沒有放家具電力 即是我們是做了硬裝的情況下 即是我剛才說的 從毛皮 我們裝修大概1000元 差不多是這樣的一個風格 它的鞋櫃就是做了這樣 但它的鞋櫃其實不算特別大 因為119平方 4房來說 鞋櫃應該就不夠用 個人感覺 應該要再做大一點才行 然後它入門的左邊 就會有一間小房 這間房 我們多數可以做娛樂房 打掌、看電影、鑽樂房 都沒有問題 警官來說它也是可以看到湖景 但它會被前面的鞋櫃會有少許遮住 我們再出來看看 它這個回應就是南北對流 南北對流 整個廳很大、很舒服 首先看看客廳這邊 客廳這裡 兩邊都做了背景長板 電視機就是在這一邊 到時候可以掛牆電視 或者放在桌上也可以 就是做過電視 這邊其實放過75或85吋 我覺得就差不多了 正常來說 其實我們如果坐的話 我覺得 背景長板就不整 這個會比較好 我們可能掛一幅畫 都可以的 這邊出來就是他們的大露台 大陽台 獨米八的大陽台 很長 而且它這個陽台是連同房間 即是這間客房 是可以直接出到陽台 這邊的大陽台 現在就無敵景觀了 看了整個壺 沒有遮擋 很漂亮 大家如果說 還想要這個單位 即是這個積數的話 目前就只有九度那邊有 有小部分的單位 鎖定就不太多 我們再過來這邊 這邊就是餐廳位置 其實都差不多格局 這邊一般是做一排的擦邊櫃的位置 這個擦邊櫃的場面 也預留得比較大 所以我們到時候都可以做一排比較大的櫃 飯桌就可以放了圓 旁邊就會有一個生活路桌 生活路桌 又預留了這些 我們放洗機、插梭的位置 全部都做好了 而且這個圍形有儲擇 兩邊有景 那邊有望湖景 這邊就會看回整個越南景 整個越南景 我覺得整個越南景 我覺得都做得很好 很清淨、很舒服 很清淨、很舒服 再進來看看 廚房就是一個 夭形廚房 我覺得廚房已經夠大了 都是做過大的單升本 這些櫃到時大家自覺去做就可以了 它預留的窗 我覺得這一點就是 一般廚房的窗 這麼大 是兩邊推開門 這邊就只做了單門 我覺得有少許欠缺了 平時就不可以兩個窗 全開了 再過來就是裏面的三間房 而且大家會看到 現在示範的單位 他們的牆 是脫了那些牆子 其實做不太長時間 但已經看到會有發黑、發黃 特別是南方天 經常會下雨 所以其實Tommy會見到大家 盡量不要脫牆子 沒有脫牆布 油漆就可以了 如果覺得白色漆不夠漂亮 我們可以有些不同的顏色漆去搭配 我始終覺得油漆是最實際的 再來 這邊就是第二間房 就是自和 整間房都比較方正 而且就是剛才那間 可以直接出到楊潮的房間 所以這間通常會做長者房 會比較好些 地板的話 一般房間都會做這些 複厚的木地板 顏色方面大家可以自己選擇 廁所 現在看到這樣 其實大致都是這樣參考去做 其實沒有太多東西 唯一就是這個鏡櫃 大家如果是喜歡放東西多些 就可以做一些多出門空間 這裡深度我感覺都是夠的 好,再過來 這裡就是第三間房 這間房的空間很大 大家可以看到它做了一個塔塔米床 整個空間很大 很舒服 所以大家到時候 想怎樣裝修 都可以參考他們 這樣裝修 其實做塔塔米床 其實都不錯 而且下面的全部空間 都比較多 或者有一點不太好 平時如果我們真的有人經常在這裡睡覺 如果是拿它下面的這些東西 就比較麻煩 我們抽一個床墊 再拿起來 或者就是有一點不太好 而且這個複形 他們其實的改動空間 都是比較多 因為我們看回那個複形圖 我們其實從這個位置 進來 它這一片的牆 全部都是非成仲牆 我們是全部可以搭 如果大家喜歡那些房間 是超級大的 如果大家喜歡改的 其實我們有個方案 大家可以把這間房間 和這間主要房間 我們是把這間房間 全部搭載 即是我們是連同一間房間 自己再做一些地磚 再重新找師傅做一些線路 便可以了 雖然工場量是大一點 但是它是有這樣的一個 改動空間給大家的 最後就是主要房 主要房 都是比較方正的格局 而且都是無遮擋的 看過戶景 剛才那邊說的膠庫 這裏就是會有這樣的欄杆 我們不喜歡的 就可以自己拆掉它 就沒問題了 它這裏就會有走廊位 類似煙霧間的位置 兩邊是可以讓我們做軌 它應該開不到 但這裏就是單純的好看 使用是一般的 因為它沒有一些格 給我們放東西 所以大家可以去參考一下 這裏就是洗手間 洗手間的空間 我覺得都可以 空間都足夠 因為它們膠庫的時候 是毛皮膠庫的 它現在是沒有做浴缸的 大家如果說有做浴缸 需求 在裝修的時候 就要跟那個裝修師傅說 到時候就可能這些位置 往外坦一點 裡面才足夠放到浴缸 所以大家就可以參考一下 便宜這個積數就是 119元方 做四方涼天兩位 南北對流的 目前它們有的流動 只有九度那邊才有 少兩個部分單位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一些大單位 住得舒服一點 一家幾口 或者是幾個人住也好 但想要舒服一點 這個泳泳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而且它們的價錢也不會很貴 一百零幾萬到一百零幾萬 都可以交易 現在我就回到觀山水三旗住宅的一個小園林 我現在就在一個涼亭的位置 看上去 整個屋苑真的很美 在最後就和大家做一個總結 首先補回價錢 我們剛才看的單位 就是看了95平方的三個兩鐵兩位 和一個119平方的四房單位 其實它們除了這兩個戶型之外 還有71平方的兩房 85平方的三房一位 包括還有一些別墅產品 都可以給大家選擇 我現在和大家補回價錢 首先我們從小到大 最小的71平方 現在觀山水的地 最便宜 折後總價52萬左右就開車 而且不是23樓 也是差不多10樓的樓層 52萬就可以開車 如果大家在中山未買過樓 我們是可以做到1.5成的首期 即是大約8萬多 90萬元左右的首期 我們就可以上車了 剩下的房子 我們現在是3.25利息 30年月供我 大概是1900多元 2000元都不用 就可以上車了 即是首期9萬元 月供2000元 我們就可以買到一個兩房的單位 而且是現樓 華佛的樓盤 71平方的單位 目線只有在22樓那邊才會有 02和05單位 剩下的樓層就不算特別多 接下來是一個85平方的單位 85平方在22樓那邊也是有 它是三房兩廳一位固形 折後總價大概有65萬上下 中間樓層 大家就可以去參加 首期方面 如果說15%的首期的話 大概都是10萬左右 都是10萬出頭的一個首期 30年多月供就是 大概是兩千三兩千四座的一個月供 然後再接下来 就是一個95平方的單位 95平方單位 剛才我們那套 它現在17樓那邊 是會帶上裝修的 如果說17樓那邊 我們選擇中間樓層 帶上裝修的 是86萬左右 就可以成交了 即是全部都給大家 如果說有其他動數 我們買這個95平方 沒有裝修無闢的情況下 總價是低10萬左右 即是大概是75-76萬 大家可以去參考 然後它們還會有一個 108平方的三方兩廳兩圍 南北對流匯形 七棟這邊也會有 折後總價大概是80萬左右 首期大概是12-13萬左右 大家可以去參考 三森林的月光大概是2,900-3,000元 然後剛才我們看的 最後的單位 119樓是最大面積的單位 它們的單價比較高 因為是9棟 望湖境的單位 剩下的貨量不多 除了下來之後 總價大概都要去到 約130萬左右 可以成交 所以大家如果說 真的想要很厲害的景觀 就可以考慮129 如果大家想要性價比高一點 我個人感覺 正常收到17棟 如果是想要亡景的22棟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OK 我們今期節目就到這裡了 我們都是帶大家看了 整個小區的原流環境 包括看了那些樣板間的單位 我們在下一期的節目 都會大家再實地去考慮 我們目前所在受的流動 不同流動 它不同單位的實體景觀是怎樣的 OK 我們一起期待下一期的視頻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MING PAúsica